秦坡國際機場昨天晚上發生了一起 電動手扶梯傷人事故 一名兩歲大的華裔男童昨天晚上八點五十分 在機場大廳搭手扶梯時 左手被夾在梯級之間 民眾見證立即按下了緊急按鈕 讓手扶梯停下 機場人員隨後趕到將男童的左手移出 送往附近的診療所移植 醫生證實男童的手腕受了輕傷 但是沒有大礙 這已經不是國內第一起手扶梯傷人事故 今年的二月初 一名四歲男童在吉隆坡中環廣場搭手扶梯時 左腳夾在梯級的縫隙裏 造成部分的腳踝斷裂